给那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假设说要有共同的资料 像这边资料如果来源 每个人的资料 如果每天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没有同步的话 变成说我更新我的 你更新你的 最后如果要做同整 那个人就很头痛了 照做怎么办 到底是你更新的 跟我的更新 我要比对一下 然后最后凑再 那怎么办呢 最好是这样 如果它在使用之前 可以怎么样 按一下更新资料 那这个资料来源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资料先放在云端上面 也就是说 我们假设我把资料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 不过上传的时候记得 我是把它放在 那个我的某一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记得 揪上去之前设定的地方 记得要这个一定要打勾 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他没办法帮你产生那个 Google的试算表 你通过Google试算表 然后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 Google试算表才可以做分割 我好像放在TEMP底下 TEMP底下 我这边好像有 放在哪里 我把它发布 反正就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 类似这样 如果丢上去的话 他会用Google试算表 如果你要把资料提供给Sale 去做同步的话 记得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发布到网络功能 发布的话你可以 这个工作表 把它发布成什么呢 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网页的方法 一个是用CSV的方法 不过上个礼拜我们做过 两个方法我们都有实做过 那网页跟那个分割成CSV 最后其实用CSV相对比较OK 为什么 因为如果呢 你假设你用网页的话 它跟进速度其实会比较慢 那你发布之后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 比如说发布成网页 按确定 它会自动产生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的话将来 我们可以按右键前往一下 其实这个网址呢 就是将来在网路上就是一个网页 那你透过这个网页可以做更新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 你可以把它变成CSV 那但是CSV呢 如果变成CSV的话 那将来呢 前往之后呢 它会下载成一个CSV档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SV档接到 或者是把这个网页做接到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 那就可以更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CSV档 比如说我把那个上礼拜的更新部分 那更新的部分 其实就是把旧的资料清空 然后再从刚刚那个网址 把它倒到这边来 就按更新资料 有没有 清空资料 然后再把资料呢 从网路上把它捞下来 捞下来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我们在这个插入里面 有一个功能叫从Wave 那如果你从网页的话 它下来了 OK 理论上上面有的资料 我们就更新过了 把它删成就一千笔吧 那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资料里面的这个从Wave功能 不过如果你用过之后 它会变灰色的 这是正常的 OK 从Wave 但是它的缺点 是速度相对比较慢 后来我有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CSV 那CSV的话 差别就是说 我们刚刚发布的时候 就是把它发布成CSV 它产生的网址 其实把它移到最后面 其实最大的差别 是后面这个好像是等于CSV 跟另外一个 网址的话 网页的话 它最后好像 那个最后的网址 好像是等于什么 等于等于True 好像是差别在这里 等于True 好像是网页 等于CSV 就是下载成CSV 那我们一样 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Excel 如果你要接它的话 那可以用什么 那个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 OK 那就把那个CSV的那个网址 放到从文字档 录影下 录据期 录下来之后做变更 那其他好处 细节问 文实上也要讲过 这个我们来demo一下 一样清空这个资料 然后把资料从网路上下载 不过它会出现这个 更新速度相对会比较快 所以未来如果你想要跟别人同步资料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人都使用共同的资料 那每一次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什么 更新成CSV这个选项 那方法的话呢 特别是要 一一先把它上传到那个 Google这个试试 记得要转换 然后再做那个后面的动作 细节部分 如果有问题的话 因为上个礼拜 或许便像 因为他还会出现这个 红色的 说不得